今天我們來看看Marginal Absorption Costing 項目17的Exercise 4 先看看Exercise 4 之後再跟大家看看Exercise 3 Exercise 4 比較簡單 只要你看看題目的要求就是用Marginal Costing 上一段我們也說了剛剛講完怎樣做一個Marginal Costing 之後準備一個Income Statement 有一個留意就是它準備是兩年的 2010和2011 當你做的時候 你同學當然要留意第一就是因為Marginal Costing 所以它特別是計算Inventory的Valuation 它應該是計算Variable Cost of Goods All 然後就計算那個Contribution 就好像之前應該如果你們做這個 之前那條Question的時候應該就會出了那個數 也跟大家看看 我們看看十二版這裡 十二版這裡我們有說整個那個步驟是怎樣做的 Sales 減掉所有Variable Costs 得出我們最想計算Contribution 所以當你做那個Production Cost的時候應該只是計算Variable Costs 然後再下去就會減掉所有Fixed Costs 最後計算Net Profit 那麼呢 如果我細心的話 十二版下面這裡其實我還未跟大家去填 所以在這段影片我都想跟大家去補回這個程序 所以等大家可以去填這些格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我們說Cosing Infantry就等於 Operning Infantry 這個上面一定是錢來的了 OK 那就除回Operning Infantry究竟有多少件 然後再加上製作用的 同樣是錢,除了製作用的 當然,再加上製作用的一件 當然,我們把CrossProfit減少所有Variable的ProductionCost,再減少VariableCost,例如是VariableSelling或Administration的Overhead 債花我再為VariableC Text 全部都等到完全一切 會等於Contribution 現實等等 好,現在我們回到第四條 一種方法是有個始终的 我不會全球提示 我會先跟大家說一些重點 然後再看大家應該怎樣做 我們一樣由於做marginal costing 所以沒有under absorption 或over absorption 這些問題 我想我們的重點會擺在 究竟那個 在一個 Cost of Food Soul 的位置 Cost of Food Soul 基本上我們有三個組成部分 Opening Infantry 第二個部分當然是Production Cost 第三個部分 應該就是Closing 我會從大家做一個Table 方便大家做一個Reference 計算的時候 你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當然看看 Opening Infantry 看看2010 他說2010 1月1日才開張 所以你說有沒有Opening Infantry 開始是沒有的 因為你沒有帶上一年 所以這個是零 然後看看Production Cost 我們在Marginal Cost 記得提醒自己一定是Variable的Production Cost 即是所有Variable的數 Variable Cost 我們先放進去 所以我們看一看 呃 Per Unit的Directly Drawn Material要 即是5元 我們可以先先計算 Per Unit 5元 對不起 5元 然後 Per Unit Variable 又是Variable Indirect Production Expense 也是3元 Direct Wages 也是Variable Cost 2元 Variable Indirect 這個就不是了 Variable 但是它寫著Administrative and Sales Expenses 所以這個 我們不會放進去 當是一個Variable的Production Cost 好了 再看看 乘回的一件 這個 好 我們2010做了5萬件 所以乘回5萬 所以乘回5萬 這個得出應該 這個數這個加上10元 所以 5元 3元 OK 這個就是用來計算 這個Variable Production Cost 我們又減回Closing 看看Closing 那是怎樣計算 多年 其實你每一件是10元 所以都是乘10元 那看看 究竟你有做了多少件呢 做了5萬件 賣了4萬件 所以Closing 要剩下一個雙抄 明顯應該就是1萬件 對吧 這個是Closing Inventory 好 好了 那所以 得出來的數 應該就是10萬 OK 所以這裡就做了那個 整個計算 我們把Opener加Production 再減 減 對 這三個計算 然後 整個數 我們就說 其實計算這個 就是Variable的Cost of Goods 但當然 我們 如果你有印象 我們其實除了Variable的Cost of Goods 之外 其實 應該要加多另外一個Variable的Emmetric Cost 記得一件事就是 剛才在第12版都說過 我們計算完Cost of Goods 之後 其實要減少Variable Cost 所以在這個Case 你最重要的 計算這個標誌 其實你要減少Variable的Emmetric Administrative and Sales Expense 即是要減少Variable的Emmetric 才可以計算到Variable Cost 因為我們 計算Variable Cost的重點 記得一定是將 Sales 減少Variable Cost 那Variable Cost 包括什麼 包括Production 即中間這個位置 再加上Non-Production 好了 就等於Contribution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紅色筆 其實就是包了Production 好了 然後 我們再 再到Production Contribution之後 再加上 再減少Variable Cost 之後 最後 應該就是等於Net Profit OK 好 好了 這裡 我們處理好了 另外 這裡 當然 你的Closing 就會過了過去 對嗎 因為你逗了夏年 Closing 就變成夏年的開放了 當然 你看看 這個其實也是一樣 所以 10元 你看看 這個 生產 45,000 所以 這就是45,000 所以這就是45,000 這就是45,000 這就是45,000 那 45,000 變成了 但當你算Closing 的時候 我想這裡 就要小心一點 Closing這個位置 我們要選擇 所以 剛才都教過 在第12版 我們教了 你再說一次 如何計算 我們都要利用這個選擇 把Opening的數 在這裡 加上 Closing 對 兩個錢 那你開放了幾件 那你應該知道 是有1萬件 整了多少件呢 整了4萬 5千件 那於是 剩下多少件 看看 這裡是 5千 所以這裡要乘5千件 應該會計算 最後那個 Closing Infantry 的位置 是多少 這樣計算的話 應該 應該 計算到5萬元 OK 行不行 基本上 要牽涉到比較複雜的 我都說了 那麼 這裡可以 一一樣 加一兩箱 加一兩箱 再減完這個 就計算到 好了 提到一個位置 就是 有可能同學會有些混淆的地方 就是 咦 它有兩個fixed in direct production expense 那我應該 我應該 用哪一個呢 上面這個case 是一個budget的數 看到啦 budgets 對嗎 而下面那個呢 就是actual 即是這個 所以 如果有actual的話 我們會選取 用下面 這兩個數 去 做下面 當我們要減個fixed cost的時候 那個計算 可以嗎 我一定會 用actual的數 你看到這裡 它一樣 所以 都是一樣 所以這兩個數 我們就 不需要去看 當你計算過fixed cost的時候 好 那 最後一個 參考答案 大家吧 做一個參考來講 2010年 那個 的contribution 呢 的contribution 應該就是 15603.0 然後 那 2011的話 那 的contribution 就是 19503.0 然後 那個 就應該是 187.500 可以嗎 那 那 這裡呢 我們就 講完 尺寸 這個尺寸 就是 這樣 對 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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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